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8月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 现在正被困在三亚 愤怒和焦虑正在不断加剧 作为曾经逃避疫情的天堂 现在三亚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封锁的地点 三亚市政府表示 截至周一中午 三亚已经确认了1200多例新冠病例 为了阻止病毒在三亚的传播 以及扩散至全国 当地政府要求游客不得离开三亚 估计有8万名游客仍然滞留在三亚 三亚凤凰机场于周一关闭 进出港航班全部停航 而此前自周六以来 已经取消了大部分航班 目前在三亚 高风险地区的人不允许离开家或酒店 而中等风险地区的人 只能够因为做核酸测试而出门 根据政府公告 大规模的核酸测试正在进行中 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医务工作者 被叫到海南帮忙 除了三亚以外 海南当局周一扩大了封锁范围 省会海口市和较小的勒东 以及城脉县 也于周一封锁了居民 受影响的至少700万人 政府要求非必要不得离开住所 同时暂停了当地的公共交通 这是中国在热门旅游目的地海南 首次检测到奥米克戎亚变种 BA5病毒的爆发 政府害怕旅行者回家后 将病毒传播到全国各地 自从中国因为疫情关闭国门以来 三亚已经成为中国国内游客的重要目的地 三亚的封城凸显了中国旅游业 在清零策略下的脆弱性 三亚政府没有提供线索表明 封锁何时可能结束 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一些被困在三亚的游客刚刚从上海过来 在经历了长时间封锁后 现在不得不陷入了另一次封锁 许多当地游客在网上表达了 他们对当地政府的愤怒 特别是针对官员在一夜之间宣布封锁的方式 当时许多人正在睡觉 而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为 中国政府宣布封城的惯用方式 三亚政府在周六凌晨零点宣布封锁 称封锁将会于早上六点生效 当天有大量得到消息的游客赶往机场 大叫我们要回家 但是没有能够离开 当地立刻派出警察来到机场维持秩序 随后三亚市副市长来到机场 试图安抚游客情绪 向游客承诺将会提供免费的食宿 为什么我表示歉意 第二呢 请大家相信 我们三亚市政府会妥善解决大家的各方面的问题 目前的方案是这样 我们市政府 为大家滞留在机场的游客 免费提供住宿 免费提供食宿 一会儿会有专车 送大家到三亚湾的星体酒店住宿 请大家不要着急 按政府 按我们机场工作人员的 这个安排 有序的登车去酒店住宿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要求 同时三亚政府表示 滞留游客将会获得任何酒店的半价住宿 包含三餐 想要换酒店的也会安排专车接送 而政府将会相应的补贴酒店 这一措施被报道之后 甚至引起了不在海南的网友的羡慕 认为游客们是赚到了 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当地游客不断在网上投诉 真正想收到半价住宿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有些酒店已经上调了价格 某些酒店甚至将房价翻了一番 打对折后仍然是原价 有些游客为了节省开销 被发现住在公园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地酒店的情况 现在网上我们不飞这个锅 所有人都说三亚很担当 我们都是免费在这吃 在这住住着海警房 但我们不是啊 我们享受的是 你最忘记的假的半价 您试问 就这个疫情过后 估计也没有人再敢来了 三亚这时候宰客行为大家也说了 这八万永客估计是16个月 留在三亚了 但也伤透了大家的心 也对三亚失望了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也拿出态度来 政府给的是最低的直线 但是你们作为三亚的原住就没 你们应该用企业担当情材 我们是来给三亚机器品贡献力一样的 我们不是来人家的 我们是花钱来想做服务来注价的 自从把我们独离在这之后 谁又心灵了在大海 大家交命了交命 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 对吧 我们的务师务工费 请问谁来为我们担当 我们还要付高额的这个价费 刚才有没有在群里大家说 要一个口罩都不给 你们有没有疫情狂动的这个需求 对不对 第二件事 你们有没有给大家合理诉求的空间 昨天我们在群里说了24小时 有没有人应一手 是因为今天大家逼急了 大家都是文明人 大家站起来了并不想打仗 也并不想到我把我们这些文明人拿笔赶子 都欺负到这种程度了 大家才出来发声 你说你们欺负老实人不 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文明了 太讲道理了 所以说 这位警察刚才给区长打了电话 是吧 给区长打了电话 对啊 叫区长过来啊 叫区长过来啊 此后政府一直试图加强对酒店定价的执行 并且向受害者退还部分酒店费用 还表示将对被指控提高价格的酒店进行现场检查 目前想要离开三亚的游客 必须在7天内进行5次核算测试 也就是在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五天第七天 结果均为阴性 方可在7天之后离开三亚 2021年海南接待游客超过8100万人次 旅游消费达到2500亿元 同比增幅均在26%左右 这波封倒的措施 对于长期依赖旅游业的海南来说 相信是一记重击 但是在当地官员的眼中 防疫抗疫 似乎比旅游业受到影响要来的重要得多 海南省委书记陈晓明周日表示 海南将坚定不移地强化政治责任 防止病毒传播到其他城市 尽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海南的疫情爆发源自于8月1日 一方当局已经将疫情的起源 追溯到三亚的一个渔港 据报道 海南的这波疫情 已经外溢到重庆 广东 贵州 湖南等至少4个省市 与此同时 在中国两年多来 几乎没有报告过疫情的西藏 现在正面临着一轮疫情的爆发 当地也展开了各项限制行动 凸显了奥米克戎病毒 想要清零的困难程度 真正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声 周一 西藏的首府拉萨市 记录了一名有症状感染者 和17名无症状感染者 这是西藏这几年来最严重的疫情 此前 在2020年1月 西藏报告过一例确诊病例 随后900多天没有病例 这是中国各省份中的最佳记录保持者 而现在 西藏也已经封锁了一些建筑物 当地媒体称 周日最初检测呈阳性的18例病例中 有许多是本月早些时候 从日喀泽市进入拉萨的 周一 拥有约80万人口的西藏第二大城市 日喀泽 实施了为期三天的封城 在此期间 禁止人们进出城市 各种公共场所和团体活动都被暂停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的香港地区宣布 开始放宽对入境者的隔离规定 最新政策为酒店隔离三天 然后四天居家医学观察 也就是变成了三加四 这是目前中国隔离时间最短的城市 港府解释 分析显示80%的病例 可以在机场和头两天酒店隔离期间找出来 在三天酒店隔离后 感染风险已经降至少于1% 比当下的社区感染几率还要低 所以香港当局认为 缩短酒店隔离期的风险是可控的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 改变的主要目的是在控制公共卫生的同时 也希望确保社会能够最大程度的 开展经济和社会活动 让社会尽可能的回归正常 保持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曾经和大陆一样 是全球实施最严格防疫政策的地方之一 但是从今年起 香港已经逐步放松防疫政策 希望与世界接轨 台北的一位财政部官员周一说 鉴于大陆与台湾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密切相关 中国对台湾的经济措施 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上周大陆对台湾的一些海鲜 水果的进口 以及对沙子的出口进行了贸易限制 似乎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产品 周一台湾财政部首席统计师说 现在台湾和中国的电子工业高度依赖对方 台湾是中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最大来源 因此鉴于双方高度依赖的经济关系 台方预计 中国对台湾企业实施更加严格的经济制裁的可能性非常小 台湾周一报告了高于预期的贸易数据 7月份出口增长 比一年前增加了14.2% 今年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一直很低迷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相比之下 上个月台湾对美国的出货量激增了24.8% 但是即便如此 大陆和香港加起来 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7月份的出货总额超过160亿美元 而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为70亿美元 另一个主要担忧是围绕台湾的一系列军事演习 是否会对航运业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到了周一 台湾海峡的航运显示出恢复正常的迹象 蔡英文周一表示 海峡两岸的发展形势难以预测 但是她指出 上一次北京在1995年和1996年 大幅增加对台湾的压力时 即使金融市场和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 台湾出口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蔡英文说 如果没有对航道的重大干扰 或者来自中国的新贸易措施 台湾8月份的总出口额 可能还会增加8%至12%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